长久以来,人们一直以为阿德利企鹅证明气候的变化及食物的减少而濒临灭绝,但不久前研究人员们在南极州威县群岛Danger Islands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企鹅栖息地之一。 约一百万只阿德利企鹅聚集于此,阿德利企鹅身披黑白色羽毛,仿佛天然的正装,它们的眼睛边缓绕着一个白色的圆圈,就像是戴着一副眼镜。 近几十年来,阿德利企鹅赖以生存的冰雪环境,呈现出某些长期变化,导致它们的命运难穿,南极半岛周边,至少有八个阿德利企鹅栖息地正逐渐消亡。 正因如此,此次发现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新阿德利企鹅栖息地,令一些科学家震惊不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